读好自然形病 这些被我 医好的这些 教好的自己医好的这些 学养 兼职 跟老师买东西 所以有没有答 没有答 但是 后来他们用了一招 这四年来 真的让我 每一年亏损了 二十几到最高一个月亏损了一百七十八万 他跟消息会 卫生网络 在报纸 开气车会 电视 一直发布错误的信息 说令长不好 说椰子油不好 什么东西 保健食品不好 保健食品不能吃 都发布一个错误的信息 结果原来我满了这些客人 原来也是我的学生 百分之七八十怎样 通常跟我说say goodbye 但是我公司 二三十个员工天天要怎么样 工作 没有工作 在聊天 我还是要支付薪水 结果每个月损失 最高是一百七十八万 两年后 我承受不了 要怎么样 放弃了 但是我在高雄上课 这一天 我跟学员说 今天老师来这边上课最后一次 以后就没有来 他们问我为什么 我讲完以后 四十几个学员都哭 下课了还是要跟各位学员说 对不起 再见 刚好那天他们董事长在那边 平常董事长没有去 董事长把我叫到后面去 那公司问我为什么 我讲完以后 董事长直接就有皮包拿二十万 一张支票 五十万给老师 谁可以倒 你就是不能倒 我做你的后站 他支持我 这两年到去年九月 但是去年四月的时候我跟他们说 一直让我的学生 支付那些钱也是不应该 我必须自立自强 所以正式 在前年十一夜就开始行动 开始打起消息会 我到消息会 要把他的招牌怎么样 拆下来 我把他们的 连秘书长 我把他关到厕所 关两个小时 他不能出来 要叫他向全台人道歉 他们道歉 四页正式发表一篇文章 就是爱的呼唤 把卫生署消息会 所有的不法事情 全部公开出来 然后网络的动作都公开出来 结果这半年来 网络我是最棒的 很多人来找我吃 很多疾病都好 因此 这些人 自己身体健康 又开始赖 赖出力更多人 所以我的营收又怎样 又起来了 所以我的高速的学生都 你不要再给我钱了 我现在可以了 所以九月五都没有交代再拿他的钱 但我很感激这家公司 给我这两年的支持 可能是他想到台湾不能没有我 那我也必须了解我的老师 我只会给我让我 要我 文如何 让台湾不能沉稳下去 因为台湾现在改这些两个政党 讲实话 国民党本身就是杀人政党 杀人集团 国民党一定要赶快让他怎样 改成台湾的国民党 一定要改 不改一定不行 那民进党呢 也是一定要给他刺激 他假如不再走教育 所以今年 可能在五月六月左右 我会发表一个文章 我已经在写了 给台湾人的一封信 给国民党民进党两个总统候选的一封信 我会亲自送给他们 像他们没有反应 他们的证件里面 没有写健康 放在他的证件里面 很可能两条路 一条我会站起来 鼓励大家不要投票 一条呢 我可能会站出来 直接竞选2016年总统 但是 其实那时刺激他们 我真的不想去站总统 因为其实我们不是从事政治人物 应该有他们去做 甚至有证他们的感觉当伪恙 我只是说 这块土地我们下一代 我很不忍心 我们下一代怎样 一直生病生病 他叫卫生署竟然叫交机会 公布一些事情说 少喝水 少晒太阳 少吃油 你知道这是什么事情 你知道不知道 他叫做 灭种计划 灭种计划 很可恶的灭种计划 你油不吃 你的脑袋瓜里面 脑袋瓜 百分之六十以上要脂肪 不搭搭搭 所以现在孩子 女生不吃油 生下孩子怎样 通通是吃网合 智商都特别特别低 那这不是灭种是什么 刚刚还有人告诉我 老师 老师我不能睡觉 不好睡觉 不好睡觉 来不好睡觉有几种 一个两个 三个四个五个 我告诉你 中午后去外面晒太阳 你太阳多晒一点 你就好睡觉 要晒太阳的时候 穿短袖 穿低胸 穿短裤 去晒太阳 是中午吗 不是说中午不能晒太阳 所以我又告诉你说 卫生署本身就是杀人集团 你还听他的话 卫生署讲的话可以听 狗屎就可以吃 中午 必须去外面晒太阳 而且太阳在那边 你眼睛看着太阳 然后眼睛闭正给他晒 二三十分钟 你回来所谓失去 我告诉你 你的眼睛视力就开始比较好 要不要试试看看 你用中午时间去外面太阳 你就看他 你去闭着 二三十分钟 转身 回到位置里面 你的视力就比较好 为什么 有没有人告诉你 没有 不是叫我们戴墨镜 不是都叫我们戴墨镜 我可以告诉你 戴墨镜就是要让你的视力越来越糟糕 让你永远会得到什么 黄斑衣病变 这是一个阴谋 谁叫你戴墨镜 所以整个台湾 充满了怎样 杀人的政策 所以医生告诉你 我会告诉你 不要听吧 因为他们是一群杀人集团 要听医生的话 好 请你就可以回去 不要跟我上课 因为 我的话 通通跟医生怎样 相反 相反 我的话通通跟医生相反 我不会跟医生一样 有一个鼻子 一口出气 我讲的都是跟他 唱完调 要 跟他一样 其实发生老师很多 你就看他 底 我先评论 我先评论 我先评论